香港汤姆斯杯和游泊杯决赛阶段的比赛 中国羽毛球队自终止滑坡之后 率先在奥运会上取得金牌突破 继而蝉联苏迪曼杯 杨威世锦赛和世界杯总决赛 相对而言 没有比连续三届坐视汤姆斯杯旁落 两次错失游泊杯更让人难以忍受 汤杯游杯亦因此而为中国羽毛球队梦寐以求 训练馆内大字高悬 别忘了汤游杯还在印尼手中 向所有来到这里的人发出警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 汤杯游杯已成为新一届中国羽毛球队 亟待克服的新病 那我们队伍来讲 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 从教练一种年都在前 但就要去香港了 我想我也已经参加了三届游泊杯了 希望能够再次为中国队拿第一分吧 世界杯总决赛后 中国队既着手备战汤游杯 教练组绞尽脑汁力求百密无输 然而最让总教练李永波担心的 仍然是女队年轻队员 在大赛上的心理承受能力 如何化解压力调整情绪 是值得探讨的新课题 女单教练唐学华与弟子们的较量 似乎别有功夫在诗外的深意 而你从李灵卫眼中读到的 就不仅仅是赞许 接下来的一幕 如果不是记者亲眼得见 并用队里拍技术录像的摄像机记录下来 怎么说也让人难以相信 孙俊和罗易刚用球筒当球拍 评语中心副主任杨树安 见状要向孙俊发起挑战 随着杨树安 连拿个球拳都那么困难的感叹 人们似乎有必要重新评估一下 羽毛球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差距 汤杯游杯是体育总局成立之后 最重要的体育赛事之一 局长五少祖在出征前来到羽毛球队 勉励大家全力以赴大 上周进行了两轮赛事 第八轮四川全新队主场 与大连万达队的交锋中 自职业联赛创建以来 从未赢过大连万达队的四川全新队发挥出色 将主场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首次代表全新队出战的门将黄洪涛 多次将万达队的攻势划险为夷 而由马铭与黎冰摇下组成的国资号前锋线 在与由徐红张恩华和孙继海组成的 国资号后防线的交锋当中 也占据了帐风 上半时全新队黎冰摆脱徐红的防守后 突入禁区 禁射被守门员挡出 跟进的摇下补射将比分改写 而全新队顽强的防守 没有给万达队扳平的机会 全新队最终以1比0战胜了强劲的对手 开赛以来的首次失利 虽然令万达队感到沮丧 但是回到主场后的万达队 依然显得不可战胜 第九轮 他们在与山东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当中 上半时20分钟内 便令对手的球门三度失手 并以5比1的大比分 战胜了鲁能泰山队 成为了联赛当中进球最多的球队 目前万达队以4分的优势名列联赛榜首 而战胜了万达队以后 全新队在第九轮客场 与前卫队的交锋当中 0比0批平 即16分名列第三 在以4比1大胜松日队以后 挑剔的上海球迷和指责安杰一 固执的新闻媒介 暂时停止了对申花队的讨伐 而第八轮申花队主场 再次送给对手四球 令安杰一的日子更加好过 面对来访的深圳平安队 上海申花 显得气势逼人 以强大的攻势 令申花队的后防线不断出现漏洞 然而年轻的队员 勇猛有余经验不足 上半时八一队面对空门 竟然将球打高 而几次单刀球则不是打偏 就是击中门楣 始终无法攻破申花队的球门 大难不死的申花队 上半时抓住八一队后防线的失误 由外援11号莫拉 前场断球后将球射入 这一进球使得 场上的形势发生了逆转 下半场八一队后防线再次失误 胶尖将申花队的传中球碰入自家大门 尽管八一队此后利用点球扳回一分 但是申花队中场前的一次快速反击 再次攻入八一队的球门 最终以3比1的比分获胜 开赛以来 主场全胜客场全屏的北京国安队 上周再次延续了这一现象 在第八轮客场与武汉亚棋队的交锋中 北京国安队开场后顶住了亚棋队的攻势 并利用外援刚波斯的速度 多次从左路发动快速反击 而武汉亚棋队依然依靠高中锋蔡胜 冲击国安队的球门 双方在90分钟的比赛当中 都无法攻破对方的球门 以0比0握手言和 武汉亚棋队在经历了联赛初的短暂兴奋后 开始陷入低潮 主教练殷利华的位子已经摇摇欲坠 客场与对手占平的北京国安队第九轮 回到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队 第八轮在以0比4惨败给前卫队以后 青岛海牛队好像依然没有振作起来 继上一场左文青被红牌罚下后 本场比赛杜宾又因为两次故意犯规 被逐出赛场 阵容不整的青岛海牛队 下半场几乎无法攻入国安队的禁区 而北京国安队则在多达20次的射门当中 有李东波和安德烈斯两季投球将比分超出 海牛队只是在中场前 利用对方的松懈 由前国安队队长曹献东底线传中 际玉节中路包抄扳回一分 北京国安队目前少赛一场 以主场四连胜客场四连平 积16分的成绩名列第四 并成为联赛各队当中 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 在上周的两轮赛事当中 保持全胜的除上海神话队以外 另一支则是面临困境的延边欧东队 这一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外 令人尊敬的崔英泽词之后 延边队名不见经传的主教练高辉 首次带队便令八一队主场败北 本场比赛韩国外援崔成范和老将高仲勋 为延边队攻入两球 使得延边队客场以2比1战胜八一队 第九轮回到主场后的延边队 再次令人刮目相看 高仲勋的两次妙传 使得延边队的李光浩和崔成范 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 以2比0战胜了广州太阳神队 连胜两场后夺得6分的延边欧东队 目前少在一场击10分 名次从垫底直升到第八位 在上周排名靠后的几支队伍的交锋中 沈阳海诗队第八轮主场 以一个点球战胜了广州松日队 第九轮海诗队客场 在先师一球的情况下 又逼平了深圳平安队 名次升至第十一位 而广州松日队第九轮主场 被武汉亚棋队0比0逼平老将高红波设施点球 目前广东的三支球队 松日太阳神平安在联赛排名末尾 形势不容乐观 在第八轮前卫环岛队主场 与青岛海牛队的交锋中 前卫队以4比0大获全胜 其中开场仅两分钟 前卫队便由曾庆高在禁区内 一脚低射攻破海牛队的球门 成为第八轮的最快进球 而第九轮主场作战的大连万达队 以5比1击败山东鲁能泰山队 万达队的李明开场三分钟 便接王涛的脚后跟传球 竞射破网 成为了第九轮的最快入球 字幕志愿者 李明开场